又出现了性骚扰事件 国民党屏东县议员许新云 上个月参加了鸿海创办人工台名造势晚会时 疑似遭到男子 警警的贴着身体 让他非常的不舒服 于是报警处理 但是没有想到 报案一个多月了都没有下文 质疑警方办案的效率 对此县长周春敏也说 对警方的处理相当的不满意 警察局长蔡文峰为此致歉 承诺未来受理类似案件将会积极争办 造势晚会大进场现场人挤人 但男子后方明明有空间 却不断往前挤 甚至将身体紧贴议员许新云 许新云察觉有意 不只回头看了男子一眼 心里更是不舒服 国民党屏东县议员许新云 上个月参加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造势晚会 遭到疑似志工男子身体紧贴性骚扰 两天后去报案 没想到过了十几天没有下文 还是自己打电话询问进度 质疑警方办案效率 就连县长周春敏也表明 警方处理太慢很不满意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慢 我也不能够满意这样子的一个调查的进度 警察局长蔡文峰为此致歉 更承诺未来受理类似案件将会积极正办 用重大刑案第一时间的立足 加皇冠的部分立即介入来做一个协助认定 这个速度还有整个的一个能量我们来加强 性骚扰案件敏感 如果警方无法作为被害人后盾 谁还能为被害人讨回公道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文报道